一年印度的聯合國氣候變形大會在Dubai召開 這個很特別 因為Dubai這裡是石油 以及附近都是天然氣的大國 這裡來討論全球暖化 去碳 還有降低化石燃料 它可以成功嗎 今天我們特別為大家做出Cope28 我們也世界週報派出了記者李瑞玉等 在當地的採訪 由於中國現在在經濟的困難 美國現在拜登面對他自己競選裡頭的困難 加上各種不同的問題 總之今年美中兩大碳排放國都沒有出席 印度出席了 印度出席了卻沒有給予最重要的承諾 巴西的新的總統魯拉 在過去Amazon整個亞馬遜森林的砍發之後 他做出承諾他會挽回整個當地的 整個綠色的補碳工作 但這一次的Cope28裡頭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知道人類不可能把氣溫控制在 巴黎氣候協定所說的上升1.5度 一定會超過 第二個 如果我們現在像過去 從巴黎氣候協定是2015年 像Golmhegan大會是2009年 如此的怠惰 然後一有俄武戰爭之後 大家全部都回來燒煤炭 如果再繼續下去的話 世界末日可能不是核武戰爭 就是全球暖化 而在世界末日之前會有好幾個國家 還會面臨重大的氣候災難 因此在這一次的大會裡頭 有200多個國家同意啟動金額 4.3億美元的氣候賠償基金 來支援這些可能遭受全球暖化衝擊的國家 包括可能被淹沒的吉利巴斯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很多國家都批評了 尤其是拜登 你為什麼沒有參加 也批評了中國的國家主席習近平 他非常值得注意的是Bill Gates的出席 Bill Gates在這場合裡頭 他變成一個非常活躍的人物 他談到我們有三個大方向可以解決問題 第一個是再生能源把它的成本降低 第二個是新核能 就是他一直在希望推動的新核融合的技術 然後走向小核電 他認為核能核電變成小核電 然後大幅降低它的危險 以及它的造價之後 加上很多製造業的農木業 農業跟畜木業等等 都可以使它們大幅改良技術可以降低太反發以後 我們是可以做得到一定程度的 把現在的溫室氣體下降下來的 這是Bill Gates在當場特別受到注目的看法 請看我們的記者李瑞宇等 來自於獨白的報導 如果沒有刻意提醒 所有人大概都忘了 兩星期前 這個位於中東沙漠地帶的城市杜拜 才剛經歷一場史無前例的罕見暴雨 如今世博城早已裝扮整齊 大方迎接全球近200個國家代表 超過9萬6千人齊聚 共商減碳大忌 Cup28號稱史上參與人數最多的一次 聯合國企候會議 不過與會代表普遍覺得 實在很沒有參與感 從大門入口處 這一大片國旗牆 幾乎鮮少有代表能夠在第一時間 就找得到自己國家 會場本身更像是一個超大迷宮 從開會地點到各國展館 幾乎都得費盡千辛萬苦 才找得到 9萬6千人是什麼概念 如果對照疫情期間 在英國格拉斯哥舉辦Cope26的3萬8千人 去年在埃及登場的Cope27 約4萬人足足是接近3倍 主辦國阿聯強調 廣發英雄鐵 為的是在全球氣候危機下 找出一條寬廣道足以容納所有人的新道路 這也是為什麼 這個全球第六大產油國 要將石油天然氣業者 一起找來氣候峰會 因為他們深信 若不採取史無前例的大膽行動 要加速追趕全球進度落後的能源轉型 與減碳目標 根本是原木求魚 聽到沒有反應 它是這麼決定的 果然在開幕當天 主席賈比爾就宣布達成歷史性決議 全球近200個國家 同意啟動金額高達4.3億美元的氣候賠償基金 以支援遭受全球暖化衝擊的國家 這本來被視為Cope28最難取得共識 也最期待突破的關鍵決議 破天荒在會議第一天通過 除了阿聯單獨承諾捐出1億美元 試圖展現中東國家驚人行動力 他們也想一掃過去 Cope總給外界過度政治化 充滿雙標與低期待的刻板印象 畢竟Cope28開在全球有紀錄以來最熱的一年 也是巴黎氣候協議制定以來首次盤點 聯合國期待 讓Cope28成為挽救地球大線 及人類命運的關鍵會議 尤其在歐盟試行探邊境調整機制後 Cope28也將聚焦碳定價 碳稅 碳權認列等一致性標準 不過會前 Cope28主席賈比爾積極遊說油氣產業加入全球去碳聯盟 被極具公信力的英國媒體BBC援引外流密件 批評他假借東道主地位 對石油天然氣交易進行遊說 讓這場氣候會議蒙上一層陰影 加比爾身為阿聯工業技術部長 同時也是阿布達比國家石油公司執行長 雖然以其氣候特使身份 同時擔任可再生能源公司董事長 但由於阿聯是OPEC石油輸出國組織資深成員 國家財富基本建立在石油之上 不少人質疑製造污染者可能綁架氣候談判 但賈比爾強調 現階段再生能源應該被視為化石燃料的補充 而不是替代 綠色轉型不能缺少能源產業的參與 我們不遭遇到全球的近期的目標 減減減減減減 這一定是關注的 但我看到全球的新的營業 他們有解決策讓我們帶出激烈的激烈 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茨會前便發布影片 看好COPE28 他認為當再生能源與核電大幅降價後 製造業 農業等諸多領域 也正大幅改良技術降低坦牌 走進COPE28的世博園區裡 我們也清楚看見 各國用場館呈現自己的心血結晶 其中中國館在開幕當天 便展現從中央國家電網智慧化 到地方傳統燃煤電廠全方位綠色轉型的雄心 現場講座也不必戴耳機 透過AI同步中英文翻譯 只是往年總是人身鼎沸的美國館 開幕這天大門深鎖 和他們缺席的總統拜登一樣 令人失望費解 MING PAO CANADA 《紐約時報》說拜登缺席氣候峰會 凸顯了他所面對的化石燃料難題 無論過去他對氣候正義投入再多 都比不上美國今年原油產量創紀錄 拜登還加碼批准阿拉斯加保護區內新的石油租賃 徹底激怒環保團體 就算他停住壓力 選擇參加辦在中東的氣候會議 勢必得再次前往以色列或中東其他國家 斡旋以巴問題 反觀法國總統馬克宏 似乎有意藉此取代美國地位 在阿聯短暫停留後便轉赴卡達 斡旋以哈戰爭中的人質釋放 COP28真正具分量 且真心要來討論抗暖化行動的元首不多 在美中兩大排碳國領袖紛紛缺席的情況下 英國國王查理三世首相蘇納克和剛接任外長的卡麥龍聯媚出席 欲挽回該國的綠色信譽 巴西總統魯拉也想洗刷前總統的惡名成為南方國家氣候領導者 而印度總理莫迪話講得最直白 印度一切氣候行動都是根據排放強度或單位國內生產總值決定 他們拒絕依照特定數字壓低碳排量的強勢做法 國際貨幣基金 IMF總裁格奧捷娃日前接受路透社專訪時表示 COP28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明白點出 我們正在走的路是不可行的 這個世界正處在十字路口 需要包容和透明的討論過程 共同找出未來穩定前進的方向 聯合國環境屬也語重心長地說 要控制全球升溫幅度在攝氏1.5度的可能性已越來越低 最快2100年前 地球升溫幅度可能接近攝氏3度 以團結和行動為名的聯合國氣候會議 能有多少機會改變人類命運 我們正清言見證與會人士的急迫感與無力感 全身的大陸